出炮特勤队进行攻击 穿着内裤的嫌犯乖乖就歹 刑事局方面表示 高雄市有一个新兴帮派 以查行做掩护 却是和诈骗集团结合 以假投资诈骗民众 结果遭到一名车手小弟 黑吃黑卷款而逃 连累另外两名车手被带回查行毒打 还胁迫当街刑抢来还债 南部某帮派 查行作为掩护 实际结合假投资 新兴事局方面 说明整起黑赤黑级肆虐 逼迫当街刑抢的过程 AV法宫之后 由C向被案取款120万 然后C拿到120万之后 就卷款跟他往北部的旅馆 然后AV法宫人员 则被带亡 被施虐 然后B则在乘息扩大 然后A在被指定与C配合前往嘉义市 然后去强调另外的被案 警方将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帮派施行及暴力等行为 警方将持续追查 暴根断缘 除了误尽 对于帮派组织进行威力扫荡 也呼吁民众不要心存侥幸 加入诈骗集团 记者张其辰台北报道